护心里的素颖真的好封批,她本是广寒门的掌门人,清理出尘如月中仙,一朝误入凡尘,从此坏事做尽,众叛亲离,最后落得个自絮而亡的下场。 然而这还不是最惨的,陆木生最后灰飞烟灭的结局,才是素颖最大的报应。 陆木生连肉身都不愿让素颖得到,她真的对素颖厌恶到了极致。 素颖对陆木生的爱没有错,曾几何时他们也是恩爱的一对,只是她千不该万不该因为自己的爱去伤害别人,当她因为一己之私去利用他人时,就应该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不得善终。 将玲珑天药剥皮抽筋,天药是一条本性善良的千年妖龙,因陆木生在屠龙大战中殒命,素颖便将所有的怨恨发泄在了无辜的妖龙身上。 为了救回爱人,她故意接近玲珑天药并让她深深地爱上她,直到两人大呼那刻,她将刀狠狠地刺进了天药的心脏,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天药体内的护心灵制成铠甲,这样这一世她寻到的书生陆木生就能长生不老一直陪伴着她。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天药散尽修为将护心灵抛落人间,素颖气急败坏将天药剥皮抽筋,四分五裂后散落在人间。 因为素颖的背叛,原本单纯善良的天药变成了为了复仇不择手段之人,她利用燕回帮助她寻回散落的四方的身体,最后将刀刺进燕回的身体拿回了护心灵,两人也彻底决裂。 将九尾胡芸汐炼成狐媚香。 这一世的陆木生是一介书生,没有了前世的记忆并且已经有了心爱的妻子。 素颖为了得到陆木生,将陆木生妻子九尾胡芸汐杀害,用她的血炼制成了狐媚香。 狐媚香可以使人爱上特定的人,素颖本想炼制后给陆木生使用,让她重新爱上自己,没想到却被天药和燕回阻止。 陆木生恨透了这个把她囚禁并将妻子杀害的素颖,即使最后陆木生恢复了记忆,她还是无法原谅素颖的所作所为,所以她让天药在她死后将她的躯体焚烧一丝不留。 素颖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得到心爱之人的一丝喜欢,随着陆木生的死她对这世上也没有了任何留恋,最后自吻而死。